大家好 我是talkgreen 我又来了 然后首先还是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因为我知道有些小伙伴他可能今天才回来看视频 是吧 因为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大凡的话不是非常的好 个人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的一个 我不知道大家一个回报或者今天的回报怎么样 好吧 我可以给大家讲个笑话 我今天我的投资组合里面涨得最好的 是我两天前还一天前不 年年前的时候 年年末的时候 2020年末的时候 我买的唯一只股票加了一股买了一股仓的bilibili 好吧 反正bilibili是我今天涨得最好的一只股票 可是我只买了一股 然后 反正希望大家我相信有些小伙伴可能投资回报的话会比我好 好吧 这就开个玩笑吧 然后在今天复凡之前的话 我想先说一下 我昨天因为我昨天聊了一只基本面吧 我聊昨天聊的若库 有一个小伙伴问我 他说我这只若库的话能不能加入我15只推荐的股票里面 呃 首先感谢那小伙伴的提问 我觉得挺好 因为我自己没有我我忘了说了啊 若库现在是加入加入不了的 因为其实理论理理由的话其实和 snow可能差不多 为什么我以前聊过 我说为什么我加派伦铁没加snow 是因为 其实我觉得snow在那个位置的话 虽然他成长非常好 但是估值相对来说还是偏高了 如果说snow能跌下来的话 我会考虑把snow加进来 然后 若库的话现在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若库从今天的价格能再往下跌25%的话 我也是会把它加进来 因为他现在的市销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 在27左右 今天我不知道 我昨天看的时候是在27左右 好吧 如果说他接下去跌跌下来的话 我会考虑啊 把它加进来 如果有些股票 包括我以后讲的一些股就像讲的一些个股 如果能跌回来 或者如果能进入到我 我原来推荐的这一些股票之内的话 我会给大家更新的 好吗 啊 然后就来看个股 好吗 先来看fubu tv啊 我相信是很多小伙伴可能比较期待的一只股票 今天 继续放量下跌 嗯 是这样的 我 我想先说一个观点 就是我不管今天 啊 很多小伙伴是只只损出局了 然后或者你到现在还是持有的 或者你今天还继续加仓的话 我觉得你们做的这个决定 一定是一个对的决定 就你不用去后悔你今天做的这个决定 为什么 因为 我相信你能做出这个决定 一定是你通过自己的思考 然后最符合你自己风险程度的一个决定 对吧 如果说 你觉得你已经拿不下去了 再跌的话 你可能受不了 那你今天就止损数据了 对吧 如果你对fubu tv fubu tv的话 你长期还是非常的看好他 或者中长期还是非常的看好他 那你会 你你可能会选择今天在这个位置进行加仓 这样的决定都是对的 不用去怀疑自己的那个决定 如果说以后时间证明你这个决定是错的话 那你最后再去总结就行了 然后你不用怀疑你今天做的这个决定 好吧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的决定一定是最符合自己的风险预期的一个决定 好吧 技术面的话 其实fubu tv 我想指出两点吧 第一点的话 今天fubu tv在这个位置 因为我现在录这个视频的话快收盘了 还没有收盘 他今天基本上还是放量在那个位置继续下跌 然后你看他的rsi的话 其实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跌进一个超卖的一个区间 所以 从技术层面上或者从理论上来说的话 他还是非常有可能会继续下跌 其实而且他现在已经跌出了 我记得我上次在和大家更新fubu tv的时候 我用的还是 我看他回调的一个区间的话 还是用的是从12月15号那一波涨幅开始 他现在的话把12月15号的那一波涨幅 基本上全部擦掉了 对吧 要擦要在那个位置的话 基本上要到这个点啊 他现在今天的跌幅差不多在24块钱的话 要到直接要把把把把很多小伙伴打回到 11月份那个位置 我但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他建仓还是建的非常非常建的十几块钱 甚至于10块钱好像左右都有人建仓 我相信对于那些小伙伴来说的话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不会卖掉的 好吧 因为我相信 我知道很多人在fubu tv在涨的这一波的时候 有些人都叫出来100块钱200块钱 我觉得有这种愿想是好 但是我相信你有那种愿想对fubu你觉得fubu tv能涨到100的话 当初你觉得fubu tv能涨到100的话 我相信今天你还是应该还是觉得fubu tv能涨到100 好吧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应该改变的 因为我完全没有看到 起码从基本面上来看来看的话 我没完全没有看到一点点的改变 唯一看到的就是你信用消息面有不同的人出来啊 今天张三出来 明天李四出来 今天张三告诉你fubu tv能涨到100 明天李四出来告诉你fubu tv只能涨到应该跌到8块钱 你信张三还是信李四的呢 谁都不用信 你信你自己 好吧 这边的话 其实我想说一点 就今天我是在因为我试着去看一下fubu tv 他有没有一些新闻能涉及到一些基本面的话 其实我没有看到 但是我看到一条一篇分析其中的一段话 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我觉得大家应该看一下 好吧 他说的是 他说一些投资者如果买在高位的话 今天毫无疑问会非常非常的犹豫 或者会非常非常的紧张 因为对于今天的一个下跌嘛 然后但是他说 他说but you can't always time a start purchase 就是你永远不可能试着去 这就是我说的 你永远不可能去time the market 对吗 最终去最终去解释这个股票的一个走势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business fundamental 就是他的基本面 他说business fundamental will tell the story 就最终的话 你如果你还是相信 fubu tv 的一个成长价值在那边的话 你不应该被一些今天的或者这几天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给 给所影响 对吗 你 任何的一只股票 如果在短时期之内涨了五倍 甚至去涨了十倍的话 这都是不 我说这都是不合理的 这都是不reasonable 所以你永远不要去试着幻想的 今天你买进了这只股股 明天就给 即使他成长再好 明天就给你涨个十倍 涨个一百倍 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好吧 然后的话就在大家看 再大家温习一遍 好吧 当初我记得这张图我应该分享过吧 富富tv 的一个增长值 就是他的一个revenue 一个营业额的一个成长值 或者营业额的一个估计 2020年的话 估计他总共的营业额差不多在244个million左右 就差不多2.4亿美金吧 蓬勃对他的一个预计是2021年的时候能到达4亿 4.4亿美金 2022年的时候是7.19亿美金 虽然这些都只是预期了 但是这些预期能告诉你 你可以看到他的成长率其实是非常 起码从预期的角度来说成长率是非常高 在70%到80左右 从4.4到从440个million到719个million也是在百分之五七六十到七十左右吧 他成长率其实是非常非常高 那接下去富富tv 他要做的什么 他要做的就是他每次每次发布财报的时候 他要密 那个财宝 他要符合华尔绝的一些 但如果他符合的话 他的价格一定会回去的 好吧 然后来看draftking好吧 然后draftking的话 其实到今天的走势 还是和我以前画的走势 基本上是一样的draftking的话 这边我就非常快速 然后给给给几个意见 或者给几个参考的价格 首先 如果说draftking基本没有我分析过 对吧 我说这里的股票 我不会碰 但是他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我说比较好的一个industry 因为在线博彩了 包括以后有可能 美国的很多时候开放了一个在线博彩之后 对他们一定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 但是我不会碰的理由 我也说了 因为他涉及了一个博彩 博彩这方面 因为政治因素太大 或者政策因素太大 所以我不会去分 我自己是不会去分的 但是如果说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他从他从基本面上 他是无所谓的 不过这些风险对他们来说无所谓 你又长期非常看好draftking的话 我这边给几个价格 好吧 第一个价格 第一个价格的话 你如果现在还没有建仓 你长期看好draftking的话 43.5期在这个位置可以选择建仓 就43.57 37.23 30.9 这三个价格 你可以选择建仓 加仓 加仓 好吧 包括最后一个价格 21.88 在这个位置你可以选择 你也可以选择 不在43.57 在那个位置进行建仓 你可以选择 可能也许他他会看到37.23 你那你就可以在37.23 在这个位置进行建仓 然后30.9 21.88 分别在这两个位置进行加仓 好吧 然后看一下局面局面的话 其实我对他的一个基本 我对他技术面的话 其实我是做了一个更新的 因为 经常看的话 小伙伴肯定记得我原来在局面这个位置的话 我这边橘色的 我这边是一 我觉得他的判断是一二 然后三四五 因为经过今天的一个跌幅之后 原来我在这个位置觉得他是一个走成一个 有可能走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调整 有可能走成一个四浪 但是经过今天的一个下跌的话 我回过头去在他对他前面的一个浪结的话 进行一个调整 好吧 然后这边的话 我一浪二浪是不变的 然后原来这边的一个一浪 橘色这边的一个一浪的话 我现在觉得他 我现在把它判断成是一个三浪 然后四浪的话在这个位置结束 五浪的话顶点就是到了前面的一个最高点 差不多在五十四十八块钱 四十八点四八左右吧 现在在进行的是一个黑色这边的一个abc的一个三浪 而abc的一个三浪 非常有可能走成一个橘色这边的一个a 大浪子的一个abc 好吧 调整的位置的话 你非常有可能 因为这个abc大的橘色的一个abc的一个调整量的话 是在一个蓝色这边的一个五浪的一个调整级别 所以有可能会非常大 就我觉得如果大家啊 如果手里有局面的话 我觉得在那个位置你需要给局面一点的 有可能接下去的一个调整 不单单是浪级上面的一个调整 不单单是从从价格上面的一个调整 包括时间上面的一个调整 有可能会比较长 好 这是我觉得心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但是 我以前也一直说过 对吧 我说局面这只股票 你仓位一定不能跟二的话 你如果选择投资局面这只股票的话 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准备好他在那个位置 可能会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你我相信如果说小数部分小小数的小伙伴觉得我投资局面 我今天进去就想明天涨个百分之一百的话 我觉得你不适合 还是如果说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他回调的一个位置的话 如果你有这样心态的话 那等一段时间 等到他走到b浪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你早点出来就好了 好吧 接下去的调整位置的话 可能会看到33.33 然后 还有可能看到28.62 这两个位置 先去看33.33 接下去可能会看28.62 走成一个橘色这边的一个abcabc走完之后 然后再开始下一轮的一个上升的一个浪机 好吧 然后看一下苏莫苏莫 苏莫其实和局面其实差不多的 因为他现在的话 在一个蓝色这边的一个abc的一个调整浪上面 而这个调整浪的级别是在这边橘色的一个一二三四五 然后 这边就几个建议吧 如果说你首先我知道有些小伙伴建仓 他建在32块钱 对吧 我我是这样的 就 就我还是这么一个建议 首先你自己一定要对局面 你对对苏莫这只股票 你觉得他中长期是不是值得持有 如果说你值得持有的话 在26.12这个位置可以选择加一点 当然还取决于你的仓位 如果说你仓位不大的话 你如果 我想说 如果说一旦我我建议的加仓位置 如果对你来说 你再加仓的话 你自己会受不了 或者你自己承受不了的话 你不要加仓 好吧 就我一直说 仓位的控制一定是最符合你自己的 一定才是才是最合适的 不管是我在这个位置建议你加仓 如果说你觉得你加完之后 你是不舒服的 你是 你是睡不着的 那你不要加 真的不要加 好吧 不然的话 对于其他一些小伙伴 如果说你建的非常小的仓位的话 在26.12 如果特别是在建立在30块钱以上的话 26.12是一个加仓的位置 接下去的话就是2023.94 差不多在24左右 再接下去一个位置是20.82 这个位置比较难看到 但是我觉得 比较有可能的位置是在26块钱到24块钱之间 好吧 接下去的话非常有可能做成现在蓝色这边的一个abc 看一下蓝麦内蓝麦内的话 我记得我说过一次技术面对吧 基本面因为有一些小伙伴他想上车蓝麦内就基本面的话 我以前也说过一次 我觉得蓝麦内 可能是因为我对可能保险行业的话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一点 所以我对蓝麦的前前景的话并不是非常的看好 但是我觉得但是我知道资本市场 非常喜欢蓝麦内这样的一个破坏者 对吗 然后那就 我们就我就只从技术面上去说吧 因为我相信想上车的一个小伙伴肯定是和我的意见是相反的吗 你肯定是觉得蓝麦内 他从基本面上来说的话 你非常看好 你非常你非常看好他的长期 我觉得那也挺好 那就我们我如果现在只从技术面去看的话蓝麦内有几个上有一个上有上有上车点和 加仓点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在建仓点的话 在100块钱102.28左右 你在这个位置可以试着去建仓 加仓点的话在91.59 接下去 第一个加仓点91.59 第二个加仓点在80.91 好吗 然后来快速的看一下sb 好吧 然后这家公司的话从基本面我是没聊过的 然后技术面的话我上次聊过一次 对吗 然后现在的话其实对他的一个判断是不变的 他现在是在走的 橘色这边的一个abc a浪的话 a浪其实到哪个位置结束的话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能确定 但是这一轮abc的调整其实是在 红色这边的一个12345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算是一个比较大 有可能会一个比较大 然后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调整 调整的区间非常有可能 调整的区间或者 调整的一个高度的话 可能是在34.37到25.09这几个位置里面 如果说 我不知道 反正取决于一些小伙伴他自己的仓位吧 或者包括你如果没有的你想建仓的 那一样的道理 你可以考虑在 34.37建仓 然后在29.73加仓25块再加仓 但是这钱我我再重复一遍 这前提是建立在你基本面是看好这只股票 你如果基本面都不看好的话 我不建议你在这边做任何的操作 好吧 然后其实sb 的话我想说什么 其实我我最后的话 我我会和大家待会我会和大家聊特斯拉这只股票 其实 从从技术面上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待会给大家大家看特斯拉 他和特斯拉其实 非常强 其实不单单是特斯拉 很多股票都是这样的 你 我我说了很多遍了 对吧 我说 你从股价上面来看 他股价是上升的 你从他的volume 他的成交量上来说 他的成交量是下降的 你从他的rsi 你也可以看到他的rsi也是下降的 那接下去非常有可能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接下去的一个走势是下跌的 我说过很多次 但是你需要给他时间 特斯拉其实也差不多 特斯拉在这个位置好像是一个最高点 接下去他进行一步调整 这个位置应该是650吧 他接下去进行一步调整 然后上去一破了一个新高 以缩量破新高 缩量 缩动能破新高 接下去一小一小步调整 然后又上升 又是以缩量 缩量缩动能破新高 在这个位置 其实我是觉得从技术面上来说的话 真的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 再回过头去说 你说基本技术面一定告诉你100%接下去会调整吗 当然不是了 但是 你如果从数据上去总结的话 可能670%可能780% 技术面告诉你的指标最后也是会实现的 好吗 看一下snow snow的话 我好像基本上没怎么聊过 对吗 然后 但是snow我这边放了一个价格175 首先我不管他 首先他现在在技术上非常有可能走的是蓝色这边的一个avc 非常深的一个调整 对吗 很多人 其实snow刚刚上市的时候 或者刚刚ipo的时候 他可能一直在横盘 然后在这一波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哇snow是不是一波要来临了 不管你在什么位置加仓 然后不管你在什么位置加仓也好 或者进或者进或者建仓也好 到今天为止 你买到snow的话 你肯定是亏的 因为他 涨涨完去 涨幅一波之后 接下去就割酒餐 全部割在那边 我不管你在哪个位置 基本上 你建在那会建在snow的话 你到今天会多是亏钱的 为什么 其实 但是我说了 很多股票最终其实他一定会回到他应有的一个价值 对吧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开始 在我推荐股票里面 我没有推荐snow 我能看得到snow的增长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 包括他自己的一个产品本身也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估值实在是太高了 他到今天为止他的ps 他的市销率还是在160 非常非常的高 你去比一下同类的一个sars 我一直说sars的话才40到50 你比一下snow160 你说他的有不能可能他的他的ps能涨到200甚至涨到300 有可能 但是这一定是这是一定是短期内市场去驱动的 这一定不是他真正的一个价值 对吧 他真正的一个价值 最终时间和市场一定会告诉你他真正的价值在呢 所以 我对snow如果说snow能跌到175块钱 大家不要看在这个位置跌很多了 从今天为止 从他说从他今天280块钱能跌到175 你觉得不可能 他一定跌不到 反正我们看吧 也许他真的跌不到 但是如果说他跌到175块钱的话 我觉得snow对我来说就有吸引力了 好吧 反正我到今天的为止 如果说snow他跌到175的话 我也许会考虑把snow加入我推荐的那些股票之理 看一下airbnb 我是我从来没说过airbnb的技术面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看了 你什么东西都看不了 你就那么一点点几根k线 你说你的技术面 你的分析出鬼出来的吗 是是说不出来的 我为什么想聊一下airbnb呢 就是很多小好伴的如果看过我聊airbnb基本面的时候 应该知道我其实对airbnb我的一个信任指数的话 或者我自己的commission其实是非常高的 在我推荐的股票里面 我也能把airbnb放在了五颗星 但是现在其实也是估值非常高的 我想说什么 今天为什么我想看airbnb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在以前我也来过 我说airbnb他跌到125块钱的时候 我可能觉得啊 是不是他的那个位置为什么不跌下去了 他如果再跌下去也是我能接受他 接受他之后的话 他直接涨到最高的话标到你可以看到175块钱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哇 你没有你125没买 你错过了 那你现在短短的可能就一个星期的时间吧 你再看看我有没有可能觉得错过了 其实不见得 对吗 我对他的一个上车区间可能在 原来我对他上车区间的话 可能是在80块钱左右 现在的话 也许我能提到100块钱 也许我100可能就在那个去建仓了 然后到可能到80块钱 我再加仓了 可能到再跌下去跌到60块钱 可能也许我再会建仓 但是跌到80块钱 就是我当初ipo我想买进的那个价格了 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开心 他如果能跌到80块钱 你能听懂吗 所以 但是你现在回过头再去看的话 他即使最高的时候 就一个星期前 他涨到175块钱 又怎么样 他今天跌完之后还是能跌到140块钱 那基本上从 175那个位置已经差不多跌下来要20%了吧 对吧 跌到今天为止 所以股票很多时候 大家一定要给一些耐心 一定不要急着去上车 或者你你上车的话 你得知道你上车这个价格 你是不是能拿得住 你你如果上上的非常高 你自己又不知道他以后能不能涨回去的话 你就别上车 一定别上车 最终的一个上车价格 其实是 去不是取决于他的股票是多少 不是取决于他今天是170或者100 200块钱 或者1000块钱 取决于他股票本身的一个价值 取决于他的市值是多少 你对他以后的市值的一个估价在哪里 这才是你的上车的一个区间 好吗 所以对于airbnb的话 我我今天和大家分享 就如果airbnb的话 他能跌到100块钱的话 我一定会在100块钱建仓建一个观子观察仓 然后 建仓的话就基本上和我opendo是一样的 就是我一定会三分之一先建 有可能四分之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都可以三分之一先建 然后在80块钱我会再加 然后 如果再往下跌的话 可能跌到60块钱的话 我会再加 我不相信airbnb的跌到60 他能跌到60的话 我可能不止加三分之一了 好吗 快速的 我想快速的聊一下 vldr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聊了 我记得我上次聊 vldr的时候 我在那个位置对他的判断 起码从技术上对他判断也是黑色的这边一个abc 对吗 有可能 然后这个abc的调整 我一直这个abc的调整是在前面的一个蓝色的一个大浪级的一个调整 所以可能会比较深的 然后时间的话可能会比较长 可能会稍微有点长 下一个点的话 你可能去探 我不是说他在这个点在21.74这个点一定守不住 如果让他突破 或者他继续向下向下探的话 下一个点的话 可能去看到是19.63 好吧 我知道 基本面我分析过 然后我对他的判断我也有过 我说这类股票我可能不会碰 因为他接下去的两年可能是没有收入的 他的他对我的一个 其他对我的一个 promise是在三年之后他才有收入 然后这里的股票 我如果不对这个行业非常了解的话 我要去看数字 然后我数字我又看不到的话 那我自己不会去买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他喜欢激光雷达 他能看得到他自己去买 那去买的话 我觉得 反正是自己一个判断 我也相信大家的判断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个道理的 好吗 lacr的话 我这边就不聊了 lacr其实是一样的 我觉得lacr像这种ps 市交率在 几百的这种股票的话 反正我自己我是说我自己是一定不会碰的 因为 一定有一天他的这种就反正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的话 他现在股票进行横盘 或者他他在那位置股价继续向上升 可能ps上到一天都有可能 但是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在那位置股票横盘 他股票横盘或者跌下来 跌到一个合理的一个ps 跌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市交率的一个区间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 就是他股价在那个位置横盘 然后经过财报之后 因为财报出来之后他的s他的s 他的销售额会上去嘛 然后再从从那个角度再去把他ps给降下来 但是 这里股票 尴尬在呢 尴尬在他的他没有s 他没有那个sales 他接下去两年都不会有这个sales 那你自己那从这个角度你再去横量一下 你觉得他那个市销率啊 会不会降下来呢 我或者或者怎么怎么才能把那个市销率降下来 他sales都不能降下来呢 那只能从股价上去把它降下来 对吗 或者说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在那个位置argue说 你说 我就觉得lacr这种股票他能保持在 300或者我忘了他可能现在在700的一个市销率 你就觉得或者你觉得他可能 一直能保持700的一个市销率 再接下去的两年都能保持这样市销率 那也可以 那反正最后 最终的话都是自己的一个判断嘛 对吧 bng 很多小伙伴问我 然后让我看一下基本面 我其实我不大想去看 基本面我可能会去看了 那是我我觉得这对于这种 genomics 特别是对于这种基因方面的一些基本面的话 我上次聊过哪个基因改善吗 就是啊 哪个的几个前几大的一些持仓股 聊完之后 我最终的结论是这一类股票你要去投资的话 我不建议你去投资个股 因为 投资个股的话 其实你很难分清楚个股哪些个股比较好 如果说你对这一块感兴趣的话 我建议大家去投 阿克的一个etf a k g 好吧 然后对于这类股票的话 你 涨成这样 今天涨了百分之 我不知道今天涨了百分之一百多吧 这一类股票 你短期之内你想进去的话 不用去太考虑他的基本面 你是我觉得你是拿不住的 他涨了百分之 七八十 可能不用七八十 然后百分之三四十 你可能就要抛了 好吧 反正这类股票的 我觉得你短期之内想进去的话 反正就是 啊 自己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吧 只要你 我觉得你这种股票 你只要短期进去 你能赚着钱出来 我觉得你就是成功的 好吧 我就给大家说 出一个大拇指 看完bng 我要来带大家看一下qs 为什么我要带大家看一下qs呢 就我觉得 首先是两家不同的公司 但是 我一直说了 大家不要去追高 不要去追高 即使是我 其实我 我其实说实话 现在的话 我其实不大喜欢啊 特别我不大喜欢他们公开这种餐位 我觉得太容易 太容易影响大家一些操作 或者太容易影响大家一些心情 我知道很多 每个人其实都有那种笃性在那边 都觉得哎呀我是不是错过 都觉得我想去 体验一把刺激 对吧 虽然他其实是 不管他是过山车是跳楼机也好 或者是 海盗船也好 你都想去体验一把刺激 我这个这种心态其实我能理解 但是 因为啊克这种公开仓位的那种新那种操作的话 其实真的会影响 特别是你看你看这种这这种啊qs 可能不是啊 就前面我看的前面看的那只股票的话 bng 的话 他其实很多原因是因为啊他那个带了一把节奏 然后 一只股票就涨了 你说他一定涨完之后就反映了他他的一个正确的估值吗 肯定不是的 这都是一些短期内的炒作 炒作最后的结果就是暴涨暴跌 最后跌的最后被收割的或者最后被套在高位的就是韭菜 对吧 你你如果能赚着钱出去的话 那你就是大神 对吧 其实在这种在这种市场里面的话 或者你选择去做这些股票的话 你一定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好吧 qs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今天一天 直接开盘跌了30%或者跌了百分之四 尾盘的话好像跌了百分之四十 你根本连跑的机会都没有 好吧 然后看一下你有你有的话 很多小伙伴其实在假期的时候会问我们 因为特斯拉他们公开了特斯拉 他们说他们年底的时候符合了 就是一年的话 delivery的话是50万辆 然后很多小伙伴会觉得包括他特斯拉的降价吗 这样的非常model y 这样的非常非常的夸张 很多小伙伴会担心 会对你有有一些担心 然后你有也公布了他们的delivery 然后是七千好像是四季度七千零七辆吧 也是比市场的期待要好 或者比他们自己的预期都要好 那最终今天的结果就告诉你这两家公司都涨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结果反而是因为很多小伙伴会担心吗 他会担心 他当初起码在今天开盘之前 他会担心特斯拉会不会对你有有有一定的理想 我想再回到就其实我想回到我的那个观点是什么 我一直说的观点就是什么 就是第一首先第一点就是 你看你要看 ev 的话 你一定要看到他一个长期的一个愿景 就你一定要看到起码是五到十年之后的一个愿景 而且你要看到 ev 整个的现在的市场 占了整个车的一个市场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一块 而特斯拉他再牛逼他的市场他的他的建的厂再多的话 他也不可能一家全吃或者一家通吃 即使特斯拉门口排队的人再多 他能给你一年产个100万两 他明年能不能给你产100万 明年能不能给你产200万两呢 他产不到的 对吗 100万两 我不知道能明年能不能产到200万的他肯定是产不到的吧 所以他不可能一个单靠上海的一个一个厂的话 他不可能满足整个中国对 ev 市场的一个需求 所以 啊 我一直说 我说 中国的三家 中国的三个 ev 三建客的话 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个市场的 好吗 就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说了 你一定要回到这家公司的一个基本面 你要回到 回到自己公司本身 特斯拉再好 特斯拉的价格再低 其实是 其实你很多时候你要看到什么 你要看到其实特斯拉他 他他影响的不单单是 ev 市场 他其实是更更加 他对 ev 市场其实是一个错动 他希望 ev 市场 我们能把这个 ev 的 车的车架能压下来 但其实你知道车架压下来最终受伤的是什么 或者受伤害的什么 受伤害其实是普通的一些车 就是我们说的一些 ice 对吗 一些汽油车 柴油车 对那些车的打击才是最致命的一个打击 好吧 整个 ev 市场一定是向好的 整个 ev 市场的一个需求率一定是向上的 所以 所以所有的 ev 的车都会对所有 ev 车来说都是一个利好 特斯拉也好 你有也好 小盘理想都好 他们其实你要你要把这个格局放大的话 他们不单单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他们更多的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然后他们合作起来干嘛 合作起来是对 原来的我们说的汽油汽油车和柴油车的一个市场进行一个disrupt 好吧 技术上来说的话 我记得我上次说的时候 我说如果说他在那个位置能确认这边能涨到5.6181.618倍的话 那就非常可以确认他这边已经开始了一个红色的12345了 对吧 那今天经过一波涨幅之后下一个位置 我觉得他如果这个三浪成立的话 下一个位置可能看到59块钱了 要突破行为的钱高了 好吧 我记得 我觉得我觉得对于你有来说的话 或者对于你有持有者来说的话 这一段调整其实是非常长 也非常模仁的 我相信中间有很多 有很长一段时间 很多小伙伴已经抛了 拿不出已经抛了 我觉得 这种这种走法或者这种调整 其实对于人的一个心态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模拟 我相信从你有这一波拿过来的一些效果 其实你回过头去看的话 其实也没有那么长 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对吧 我觉得 股市嘛 你不可能期望期待你今天买进去 明天就给你涨个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一百 这是不可能的 你如果抱有这种心态的话 我觉得只能说 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进行一些磨练 好吗 或者更需要一个 一个时间去沉淀一下自己 理想和小鹏的话 这边我就不去聊他们的技术面 理想和小鹏今天也是涨的 然后我看了一下理想的理想也公布了他们的一个交付量 还挺高 交付量好像成长的倍数也非常非常高 交付了应该 我记得是交付了六千多两理想的 我觉得也是挺好 就 这两个技术面我就不去看了 但是他们的走势完全是没有你有好 这也是我以前一直说的观点 我说如果说让我去选择的话 就为什么我会推 我会觉得理想是在我 在我心目中可能是四点啊 就小鹏啊 你有的话为什么是四点五颗心 而我不而我不去把小鹏或者理想放进来了 因为我一直觉得起码在一个市场 因为我会觉得三家公司一定会都会非常好 但是我会比较偏向于在这个市场里面的一个先驱者 所以我在那个选择你有没有去选择另外两家公司 但是从走势上包括从走势上你去看的话 现在其实你有马上就要突破前面的行高了 对吧 然后另外理想和小鹏的话还是在调整会回来的一个路上 对吧 最后的话来看特斯拉 特斯拉的话啊 是这样 我对他技术上的话 我对他进行了两个调整 第一个调整 我加了一个macd进来啊 为什么加macd 我以前是不用的 但是我加进来macd之后呢 他对我的判断 其实他是更加帮助了我在这个位置对特斯拉做了一个判断 什么判断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macd在这个位置的话 他在红 他蓝色和红色在一个位置也是交叉的 交叉一般来说 他交叉告诉你最后的信号是什么 就是他下跌 你可以看到前面他每次macd红色这边啊 12日和26日macd交叉的时候 他接下去都是进行一个下跌 而在这个位置 其实macd很多时候他是后行的 就rsi是先行的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就非常明确 rsi到了一个超卖的一个时候 macd在这个位置 他还没有交叉 对吗 在这个点 这个点基本上是 三浪这边的一个最高点 接下去 你可以看到rsi直接下跌 macd还没有交叉 没有交叉 macd可能是在三天之后才进行一个交叉 才确认了这一波的一个跌幅 那其实你再回过头去看 看这边的一个走势的话 其实是一样的 到今天为止 包括今天的走势走完之后 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位置动能还是还是比 还是比这边的一个最高点 就他一直在突破新高 但是他的动能一直是不够的 macd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走成红色这边的向下 红色这边向上 然后蓝色这边 短期之内12日的m12日的均线在那个位置向下呢 非常有可能走成这样的形态 你高 所以你让我今天去判断 你说啊 你说talking在这个位置 你是不是还对特斯拉进行一个看空 或者短期之内一个进行看空 我今天给你个答案 还是进行看空 但是我知道也许我我我做的这个 我对我做的这个判断很多人可能 不乐意见到 或者很多人可能 不乐意听 因为我知道很多同学对于特斯拉来特斯拉要说都是大家都是 做多特斯拉的吗 那其实这种你们你们这种操作其实和我的基本面和我对特斯拉基本面是不矛盾的 因为我一直说我 长期来说我是看好特斯拉 而且我从来不建议大家去做波段 我也是建议你如果你手里持有特斯拉 不管你在哪个位置持有特斯拉的话 你只要拿着特斯拉就好了 我们我不想去带着大家 去做波段 好吗 然后对特斯拉第二个技术上的调整就是我对这边五浪的一个上升的高度对他进行一个调整 那我当初我对特斯拉这边五浪的一个调整或者五浪的一个估计顶点是到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到650左右 那五浪的话从今天的现在的走势那非常有可能就是他五浪走成了一个延伸浪 五浪走成延伸浪的结果或者一个后果就是他下一个点可能去探到 796或者是800块钱左右的一个点 但是 引但是是不是影响他在这个位置或者是不是影响特斯拉接下去会进行一个调整的其实是不影响的 因为我我带大家 你在你把这个区间你把整个的时长扩大的话 你可以看到 特斯拉接下去 我不知道首先我我肯定是不知道我没办法预测他五浪能走到哪 我只能告诉你啊 现在超过了五六百五然后接下去这两天的走势 他继续缩量往上升 然后他接下去有可能会去看到800块钱 但是这个不影响他也许接下去会进行一个调整他这个调整的级别是在黑色这边的12345 黑色这边级级别的一个一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2019年的10月23号开始 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一个调整 所以你也不用希望如果说他调整来临的话 你也不用希望他调整可能就一个星期几天内就直接帮你调整到位了 这是不可能的我我从来不相信一只股票一定会一直一直往上涨 他从来不回头这是不可能的 你不管去看任何一只股票 他的基本面再好他也不可能埋头向上或者低头向上不可能不调整的 对于任何的一个市场不管你是长期投资投资者也好短期投资者也好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价位的所以一只股票他不可能埋头向上涨 永远不回头的 就特斯拉的话我还是那个建议 如果说你觉得你是看好特斯拉你是看好长期的话你不用去管他短期内走是怎么样 你直接现在的现价就可以上车他调整的话你再在那个再去进行加仓 好吗 那今天的复盘就到这边好吧然后我主要其实是帮大家复盘了一些他跌的比较厉害的一些股票 涨的比较厉害其实我很多时候我不大想说然后特别涨的暴涨这些股票我根本就不想说因为我说了我怕大家去追高 好吧然后反正如果说我没有说到的话大家感兴趣的话或者有些个股我没有说到大家有比较 担心的话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回复大家的好吧那这期视频的话就到这边 还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最后大家记得在视频的中央可以关注我的频道好吧那我明天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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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